笑日卡米地正前 我來講 你隨便笑成不慌我搞那天 大家好 我是品柯大叔 OK 各位 其實我的本業啊 我是一個開活動公司 專做尾牙的老闆 那至於喜劇啊 也不是我的副業 他算是我的末業 就是人生的最後一頁 欸 你們不要誤會啊 我說的是人生就像一本書 它是即將扭轉我人生結局的 美好結局的一頁 講到這邊沒有掌聲 我是本末導致了 說到本業了 面對到尾牙 我在戰場上 客戶常常跟我說 品柯 今年有沒有物美價廉的好秀啊 我說物美價廉 那就是拉斯維加斯的秀嘛 但是你的預算 拉斯不夠的是啊 難道你們今年覺得錢是身外之物啦 要用錢糟蹋我揮握在我身上嗎 他說不是不是 那這個品柯 那至少嘛 你服務費10%可不可以刪掉 我說服務費啊 這刪掉就沒服務了 不能刪 不然吧 打的折扣 我優惠你就算你服務費1萬塊 對方想了想 1萬塊 好啦 我叫我們公司給你2萬 我說這個好啊 但是啊 那個你2萬可不可以 回扣1萬給我 我說這個啊 你是要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是不是 那是不可以的啊 高到半天是你要收服務費啊 那當然是不可以嘛 如果這個1萬要給你的話 那可不可以扣掉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再給你了 我是算很精的 所以啊這個大家總是為了錢啊 斤斤計較 但是我也會遇到年輕人的客戶 那年輕人的客戶呢 我會跟他提案 講到尾牙遊戲啊 我都會提我擅長的 成語接龍好不好 對方說品克 大叔啊 這個太老梗了啦 老梗成語接龍老了嗎 成龍過時了嗎 他說過時啦 品克 你呢 要不要就讓我們玩狼人殺 然後再請原子少年來給我們看 我一聽 哇 你們這群少年也太有狼性了吧 沒有笑聲啊 因為我今年遇到的客戶太過分了 他們要的主題是華登初上 今年最紅的 而且堅持啊 老闆說 既然要華登初上尾牙 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主持人 Showgirl美女表演者 全部帶到酒吧陪我喝酒 穿旗袍 讓我感受華登初上的感覺 真的啊 我就照做了 帶了一群妹就去了 真的真的這個做案子就是這樣 當天啊 晚上 喝的真的不亦樂乎 因為我要陪嘛 是吧 我女朋友知道後 生氣 衝到酒吧來 一看 欸 那一個 你這個客戶也太色狼了吧 憑什麼叫我們的妹妹陪你喝酒 還有你品克 你就 你就收了一點服務費 有需要做到這樣嗎 你幹嘛穿著旗袍 好 我趕快把我女朋友拉到旁邊 她罵客戶了 欸 我跟你講啊 她服務費已經給我了 給我20%欸 很多你知道嗎 我女朋友就說 喔 那你旗袍再穿拉高一點 但是啊 事情傷害已經造成了 這話罵下去了 我直直的 對不起她們賠不是 然後這服務費20% 也不給我的收回去了 但是我還是要幫她做尾牙 我就想到點子 我送她特別的表演 就是 脫衣舞女郎秀 而且啊 表演之前 我跟脫衣舞女郎說 待會兒整個晚上 我們在表演的時候 你右邊的胸罩的錢 塞進來的 算我的 那左邊就算你的 好不好 這個案子我今天比較慘一點 服務費要收回來 妹妹呢 真賣力 真盡責的表演 天啊 這個小費也是拼命的塞啊 我看這畫面 我感覺我不是開活動公司 我在做酒店經濟啊 事後 我總要結算一下吧 結算一下呢 我就說 欸 這個右胸的都歸我嘛 是吧 你現在有多少咧 報告老闆 那個左胸右胸的錢都沒什麼 你們猜塞哪裡呢 左胸右胸 知道塞哪裡嗎 你們真聰明 他們都塞內褲啦 我說 果然這種鵪腔錢都是往下流的啊 我那一天也很賣力 我還在舞台上主持 主持完後 一下了台呢 我馬上就去找這些 華登書上的旗袍美女 吳哲 跟她說 今晚 感謝你 你表現得真好 謝謝 謝謝 錢要給她 對方跟我說 沒事啊 能幫上你的忙就好 把自己當假房老 我是付錢的 她怎麼會這樣講話 也太沒有禮貌了吧 那我也很悶 我就過去找那個脫衣舞女郎 也要給人家酬勞對吧 謝謝你今晚的這個脫衣演出 這是你的酬勞 謝謝 謝謝 她跟我說 嗯 嗯 什麼呢 嗯 嗯 你能多說點話嗎 讓我不知道怎麼接啊 因為我們做尾牙都有公讀生 特別找到遇到了一位公讀生 本身有亞斯伯格症 我也要發她薪水也發給她 她看了看跟我講話 大家知道亞斯伯格症呢 是不會說謊的 非常的老實 但是也感受不到跟別人交談的情緒 她拿了她的酬勞蛋 跟我說 老闆 你剛剛算錯錢了 多給了我五百塊 這個還你 我說謝謝謝謝 弟弟謝謝 你以後發薪水要算清楚再發 不然開公司會虧錢喔 她講到我心坎裡啦 確實我要算好錢 唉 我就跟她聊個天吧 弟弟啊 你覺得剛剛我在舞台上 主持得怎麼樣 她說 不錯啊 還有別的感覺嗎 還有別的感覺 你的聲音聽起來很舒服 呃 弟弟你覺得我主持好笑嗎 好笑嗎 呃哼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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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